如果我要把它分割的話 因為這邊有兩個換行 下一個還是兩個換行 下一個還是兩個換行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有個共通點 就是說在檔案跟檔案中間就有兩個換行 其實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用那個什麼 Sprits 有沒有 資料POSE 那個Sprits 切割有沒有 剛剛Sprits是豆點嘛 這邊是兩個換行 第一個 我不是Sprits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切割成很多個字串 然後放在串列裡面 然後我只要跑個回圈 就分別把一個一個的串列 讀出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什麼 把它write出去就好 write出去哦 但是有一個問題 檔名要取什麼 剛好我發現這個有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字數有沒有 這邊算到這裡的話 剛好三重這兩個字有沒有 它的位置 剛好是第16個字 跟第17個字 不信的話你算算看 我是這樣算 16、17 特別注意哦 它如果位置 假設你要抓那個文字 字串的位置的話 你只要在那個字串的變數後面加個中瓜壺 加中瓜壺 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寫法 中瓜壺後面跟它講說 如果是第16個字 因為它從0開始 所以應該是15 冒號 後面的話如果到17的話 我要16、17的話 那15 應該在抓什麼 抓15、16才對 所以在15冒號17 這樣它就幫你抓這兩個字了 那你就把這兩個字拿來當成它的檔名 有沒有 然後存檔 三重點txt 我想說底下會不會規則一樣 中立剛好也是位置一樣 也是16、17個字 底下的話你會發現 南投也是一樣 所以 感覺剛剛好 所以我們找到有個規則了 那我就用同樣的規則 來試做看 後來發現其實也ok 那就把這邊把它再 本來是合併的在分割回去 所以1 我要做什麼 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一樣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 OS imput OS OS 對 這邊會用remove 那特別注意就是 因為我open那個檔 o.txt 把open起來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地方 當我read了它之後的話 後面我就直接 把它再加一個動作 就是Splitter Splitter就是切割嘛 把讀進來的東西 後面直接 切割 按照什麼 兩個換行去切割 那切割回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我這邊先不執行 我先把它print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是建議 如果你不確定裡面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看會不會ok 如果ok的話 那就往下走 你會發現 三重有沒有 第一個就三重 那第二個的話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再來 就是中立 但是你會發現 後來我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資料裡面 多了一個東西 你會發現最後一筆怎麼樣 他居然給我一個空的 也就是說 他最後應該是什麼 他在輸入的人 最後多了 是不是應該我們輸出的時候 後面是不是多了一個換行還是什麼 不確定 反正就是我知道說 最後一筆資料 其實不應該存檔 也不應該輸出的 也就是說 所有的資料裡面會多一筆 那怎麼辦 把那一筆剪掉比較好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 在我程式裡面 會多寫一個 什麼呢 再來的話 for i in range for i in range 這個range的話就是 什麼呢 把這個len拿進來 看看他總長度幾個 但是特別注意 後面一定要減1 因為沒有減1的話 我發現我剛剛存 奇怪怎麼存一個空檔 他也沒有檔名 他裡面也沒東西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裡面根本就空的 所以退減1 主要是因為有那個錯誤法 然後我剛剛把它減掉就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怎麼樣 因為speed 我就怎麼樣 一邊 開一個fw 就是寫檔 w模式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把那個檔案 就是讀進來這個 這個檔案 他的第幾個字呢 第15 因為他從0開始 15的話 指的應該是第16個字 冒號的話呢 後面17就到16 其實就是16、17啦 這兩個字 那後面加上什麼 點tsd 就是副檔名 因為一個檔案 存檔一定要檔名 跟副檔名都要 你不能說沒有給副檔名 不然他最後存出來就沒有副檔名 然後最後的話 把那個裡面的資料 把它write出去 大概就這樣 就是先取得檔名 然後再把他這個串列裡面 那個位置裡面的所有東西 放到這邊把它write出去 那最後的話呢 一個一個一個的 通通都把它跑完了 所以他就全部25個檔案 那就全部跑完 或者甚至如果25個檔案 甚至是不是說 這個長度是不是乾脆就是給 25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算了 因為這樣感覺好像有點 如果將來檔案多那不行啊 如果ok啊 還是這樣 -1 好 那最後呢 多一件事哦 因為我 always要remove的這個al 有沒有 特別注意哦 後面我多了一個去數 f.close 為什麼要close 因為如果說你al.tsc 假設是open的話 它會幫你把這個檔放在記憶體裡面 如果說我沒有close掉它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把它從記憶體裡面 把它關閉的話 那你底下是無法remove了哦 沒辦法刪除哦 ok 就像說有些檔哦 你要刪掉的時候發現它已經正在 開啟當中 它就不讓你 只把刪除掉哦 或者有些檔案哦 奇怪你怎麼一直都沒辦法刪除 哎 因為你 它這個檔 正在記憶體當中 就沒辦法刪除哦 尤其像有些什麼 那有些時候有些病毒了嘛 你怎麼按右鍵刪除刪不掉 哎 原來它可能就是病毒了 除非你要想辦法把它從記憶體裡面關掉 那像這個地方就是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移除掉哦 好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把它 直接執行看看 然後 看會不會成功了哦 理論上應該是會成功 因為我剛好示範了一下 應該沒有問題哦 所以最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這個 SPRITS哦 給SPRITS兩個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哦 它這個時候怎麼樣 就幫我把它恢復了 並且怎麼樣 把剛剛OE.TST呢 就把它remove掉 刪掉了 這樣的話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這邊看到 結果 應該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當然一樣哦 所以你切過來的話呢 再執行它 它又會變成OE.TST了 然後如果你又再切過來的話 它就變成什麼 它又變成 再幫你把它分割回來 這邊再把它切 所以兩個 兩個MARCHO 直接 就可以互相切來切 看你現在 是希望合併呢 還是希望分割 就可以兩邊切來切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把最後寫完的程式哦 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28頁 就這一段 一模一樣在這裡 另外哦 其實底下還有一個方法二啦 其實我本來是寫下面的程式 後來我把它改成上面的 下面的寫法也OK哦 下面寫法就用Find Find什麼 去Find那個 我們 怎麼樣 要找的那個 用找 尋找的方式 找到那個 兩個換行的位置 然後把那個位置算出來 然後把那個字串切割啦 不過我後來發現哦 下面這個方法哦 難度比較高 所以 謹公參考 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試看 方法一的部分 畫面還給各位 不過是已經有點難度了 那當然呢 我有時候講到這邊就是說 我誠是謹公參考 如果你的程度 跟得上的話 那你就試做 那如果你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沒關係 你回去哦 再花一點時間哦 再把這些細節哦 慢慢看過 沒有關係 因為到這邊的話 其實已經算有點難度 但是為了說我們顧及哦 這個 程式的完整性啊 因為好像感覺做了一 就好像一定要做二 做了二呢 就感覺要做三 所以其實哦 剛開始本來這個範例子是什麼 把它做合併而已 後來慢慢好像感覺 合併之後是不是要把舊的檔案刪掉 把它刪了之後呢 又想說 那是不是要可以把它分割回去 OK 所以慢慢才會有今天的這個結果 那原本兩個模組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試做看看 那今天大概就是把 這一個部分完成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也許慢慢我們就是 除了檔案之外 再來就是講到字典 key value部分 那字典講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資料庫 所以也許下個禮拜 可能慢慢重點就要擺在資料庫部分 也就是說將來我們 網路上找到 爬到的資料 或者是剛剛那些檔案呢 如果我要找個地方存 像剛剛 其實最後我們合併的檔案 可以把它做成一個csv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說將來這些東西 除了放檔案之外 也可以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 但是在python裡面呢 如何去操作資料庫 是最簡便的方式 OK 所以這個部分也許 回去有時間可以再演練看看 下個禮拜我們 再來看這些單元 這些單元 OK 請 謝謝 感谢观看